鱼池香共和春有栽种许多角白笋 而种植角白笋相当怕的就是福寿螺 为了防治福寿螺在鱼池香农会的协助之下 购买4100斤的无流鱼 并提供利用无流鱼会吃福寿螺的特性 来提供给农民做生物防治 我们今年配合台南和互相公所 我们配合三个单位 我们用生物防治法的方式 我们承养我们的蝴蝦 让我们在在地追寻这些农民 可以来到吃 因为福寿螺在我们追寻里面 其实对我们影响很大 只要我们吃到大部分的追寻 所以我们福寿螺的部分一直没有移植 在这里我们承这些蝴蝦 有得到八成以上的福寿螺 也会让我们吃掉 让我们的农民在采取的时候 会不会有太大的损失 农民表示相当感谢农会的用心 利用乌溜雨的习性来防治福寿螺 效果相当好 来感谢我们农会 保祖我们这个农民 来放这个蝴蝦 来放在这个福寿螺 一般这个福寿螺 用它来投是效果比较好 放这个蝴蝦 效果比较好 现在我们农会是都一分多 保祖我们三个月 一般原始如果不及不及 这种蝴蝦 这种蝴蝦 是都有够的 县议员谢明盟相当肯定农会的用心 不但主动来做生物防治 也能够兼顾食品安全 农会 买四千多金的乌溜雨 要帮我们放在我们的水泉河 来吃我们的福寿螺 对我们这种水泉的农民朋友 可以说是一个福音 也要感谢我们农会对农民的照顾 因为这个福寿螺没有乌溜雨 来给它吃 其他比这个更好的就对了 你专业也会影响到食品的安检 期望透过农会的用心 能够降低福寿螺 对角白损田的危害 让农民有更好的收成 记者邱品逸 于此采访报道